不得不说最近一两年 邓昌的发展实在是太好了 电影基本上步步大爆 没有亏过 演技也一直被大众认可 人气又高 铺间两个字基本与它无关 自从太炯大爆之后 徐峥就从一名演员 变身成了最具人气的导演之一了 他的炯系列只要一出手 必定是票房大爆 无论口碑如何 大哥就是大哥 60多岁了仍然饱到未老 近一年连上三部电影 每一部票房都很不错 尤其是功夫瑜伽 更是大爆到17亿多 巨星不愧是巨星 成龙不愧是成龙 王宝强的人气 也可以说是火到了爆 首部导演作品大闹天竺 虽然口碑不行 但票房还是飙到7亿多 对于拍摄成本来说 简直是赚爆了 而未来的唐人街探爱2 也备受大众期待 虽然近一年多 黄渤没有电影上映 但博哥可谓一直是 票房方面的福将 他的电影可谓是 步步票房大爆 大众口碑也非常好 这就是黄渤 凭借演技和人气 撑起的绝对的号召力 星爷一出马 王者全无敌 他的作品基本就是 冲着破纪录来的 过十亿如同喝水 过二十亿也难度不大 什么叫燃 什么叫爆 碾压一切 火太篇